怎么 担心我 黎曼没有跟以前一样张口反驳 还是执拗着不肯承认 你这又是怎么了 脸又被毁容了 我遇上狼了 好多时候被树枝划破的 不过幸好遇见陈叔 是他救了我 你们晚上还是别下山了 要走 明天天一亮再走 我在这住了五年多了 虽然没有碰到过老虎 狮子 狼倒是见过祭司 还有 这山上的蛇也多 晚上看不清 很容易猜到 博锦炎思寸的片刻 最终点头 我出去找找手机信号 能找到的话 让他们跟着无人机信号 用直升机带我们出去 你小心一点 好 为了你我也会小心的 黎曼脸一红 不自觉地回过头去 博锦炎嘴角的笑意扩大 倒是没有再动他 起身走了出去 终于在一处寻到了 微弱的一个格子的信号 而且还是时有时无的 他连忙拨开林助理的电话 时有时无的信号 却无法拨图 他想了想 打开简讯 简单打了几行字 里面有蛇 人已找到 让邻居他们可以回家里 明早找一下直升机管 跟着我的无人机航派 发出的信号位置落下 要紧话 打完字之后 他点了发送钱 信号在他手里上来回闪动 信息最终被拨了回来 他试图连发了两次 仍然是没有发出去 又发了好几次 都是以失败告终 最后 他直接关掉了手机 留着电池 说不定明天下山的时候 突然有信号 还能跟他们联系上 第二天天刚亮 黎曼就跟薄警言 准备好了出发 真说 这里太危险了 你确定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住惯了 要走还真舍不得 你们快走吧 不用管我 黎曼见陈叔铁了心待在这 也不好说什么 大小姐 以后要是有什么 需要我老陈帮忙的 尽管来这里找我 只要我不死 一定会帮你 黎曼当时没听懂 他这句话的意思 只是觉得陈叔 只是在离开时 说一些客的话 他笑了笑 点头说好 跟他到了别之后 便跟在无人机的后面 和薄警言 往下山的路上走去 黎曼他们这边 下山的路很陡 他很艰难地 一直跟着薄警言 在前行 薄警言观察了一段地貌 最后决定 要背他跳过去 不行 你自己过去都要很小心的 再背上一个九十多斤的我 怎么可能过得去啊 我说能过去就能过去 跳上了男人的后背 他不敢去看 闭着眼 感受到男人跑起来的步伐 睁开眼的时候 他们已经安全地 落在另一块石头上 刚才他们走的路段还好 再往前走 是一片青草 他们必须踩过青草 才能过去 这种地方很可能有蛇 要集中注意力 看到有蛇 直接跳往背上 知道吗 终于 看到前面 还有很短的一片草层 就要踏过去了 就觉得脚腕忽然一疼 他下意识地尖叫一声 低头下去的时候 看到一条黑白相间的蛇 漫过他的脚背 急速闪进了草丛里面 怎么了 我左脚腕好像被蛇咬了 薄警言脸色大变 管不了那么多 抱起他大步地跨出了草丛 放松 我会让你有事 说着 从兜里掏出一把瑞士小刀 发出鞘 会有点疼 要忍住 黎曼细白的牙齿咬着下唇 温生坚定地点点头 薄警言在下手的时候 深深吸了一口气 耽误不得 在蛇的咬痕处 划了两刀 很快 黑色的血水顺着血口流了出来 他用力地往外挤 到最后不流的时候 他想也不晓地低下头 做事要用嘴去吸 不要 我觉得 这蛇是不是有毒啊 我现在整个人都感觉不舒服 薄警言眼神一灵 扯开黎曼的手 低下头去吸顺他被蛇咬过的胸口 一口接一口的 直到血水呈现鲜红色 他从自己的衣服上割下一块布料 用力扎在黎曼的伤口上 薄警言 快快吐我 吐口水 谁先吐 黎曼 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找到医院去打抗毒血精 你不能乱痛 我陪你走好吗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出去 我是不是会有事 不会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黎曼的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好 那我们走吧 薄警言将他抱紧 大步地往前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头晕的感觉好像越来越重 黎曼一只手紧紧地圈着男人的脖梗 在这一刻 他突然好害怕 害怕自己就这样死去 害怕儿子失去亲生母亲 害怕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也害怕 再也见不到他 薄警言 别痛 他生怕他越动 毒素乱延的越快 那你停一下 不行 停下来休息一下 黎曼 我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赶出去 你要是提前倒下了 我们要怎么出去 文生 薄警言的脚步微微顿下 几秒钟之后 他依了他的言 新年 你昨天误会我了 我只是在帮李易演戏 他老爸着急他找女朋友 他又不想找 求我帮忙陪他演了这么一出戏 那春小 你也在 你傻呀 他让你帮你就帮 再说 幸好我在 我要不在 还指不定你还要这么演 到那个时候 岂止是拉了手那么紧的 你胡说 我跟李易的友谊 是很纯洁的好吗 他在美国没有少帮着我 这点小忙我都不帮他 还怎么交朋友啊 要真纯洁 他会连自己父母都抛弃 就带你去了美国五年 一直是你自己觉得纯洁好了 你不要把人都想得跟你一样 坏好吗 李易当时真的是想去美国发展的 薄警言看着像是回到五年前的李漫 将他小心地护在自己的怀中 慢慢 这次如果我们能够平安出去 我们出去之后好好的 我已经跟葛叔提出分手了 你跟葛叔提出分手了 我跟葛叔提分手 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你跟他分手以后你怎么办 我又不可能光明正大的陪你一辈子 那你的意思是可以暗地里偷偷跟我一辈子 我才不是呢 我们是血缘关系的兄妹 怎么可能在一起 慢慢 回去之后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李漫气他 睁开他做事要去打他 我警言一躲 手机突然从大衣兜里掉出来 看到手机他才突然想起来 拿过手机开机 启动 几十秒之后 屏幕显示着信号搜索之中 他一瞬不眨地凝视着手机屏幕 在看到信号隔离两格信号的时候 博锦言双眸一亮 下一秒 已经拨通了林助理的电话 博总 您现在在哪儿 快派一架直升机来 我把无人机航拍升高 直升机可以顺着无人机下来接我们 要快 李小姐被毒蛇咬了 慢慢 醒醒 不能睡 待到黎曼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的病房里了 他动了动感觉自己没事 就撑着身子从病床上起来 打开房门想要出去 只是没踏出去 就听到外面异常熟悉的两道声音 两人都好像没有发现他 继续说着 锦言 你确定要为了黎曼 又有这么狠觉吗 这件事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跟你父亲说了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跟你父亲说了 不老格总的 不老格总的行 波锦言 你当真为了黎曼 连博士都不要了 是吗 不要博士都不是 不过为了黎曼不要你 倒是真的 好好好 翻脸不认人 你还真是可以啊 波锦言 他听到葛叔的高跟鞋声 想得起来 葛叔 那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从头到尾 不都是琼斯的老婆爱丽所为吗 是她抓错了人 要抓软元去抓成了她 你觉得你瞒得过别人 瞒得过我吗 爱丽一个美国人 来中国的日子屈指可数 没有高人指点 她怎么可能会知道金山这个地方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那高人就是我 就是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我并没有打算 你为了黎曼 还打算把我弄到监狱去不成 她这是今天没事 如果有事 很有可能不只是监狱证件 那我岂不是还要谢谢 黎曼没出什么事了 葛叔这样轻描淡写的 说了一句 黎曼没再听到波锦言回答 几秒钟之后 波锦言 你一定会后悔 你一定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的 哼 说完 她听到清脆的高跟鞋生父亲 渐行渐远 黎曼的心砰砰跳得厉害 直到波锦言从外面走进来 谁让你下床的 抱起他将他抱回了便宽床上 波锦言 博锦言你太糊涂了 葛叔说要撤资 八亿资金啊 博士要怎么办 葛事是摇州响当当的财团企业 整个摇州的资金链 几乎都在他们手上 葛叔若是真的横了心撤资 即便博士固若金汤 八个亿 即使补不上空子 那也是白搭 这么关心我 跟你说正经的 你怎么也不着急啊 急什么 他若真要撤资我也不怕 办法那么多 总有逃出困境的方法 你放心 就算博士倒闭了 我也能养得起 我不用你养 那瑞瑞你 瑞瑞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嫁给我 不就跟我有关系了 博士妍你疯了 我们怎么可以结婚呢 为什么 莉瑞 你还爱我 我清楚地感觉到了 他鼻息间的炙热 完全洒在他的脸上 李曼心慌得令喊 咬着唇不说话 同盟却略过清晰的征扎 博士妍看在眼中 你好好想想 没有 你确定自己会过得很好 跟我在一起 我一定会让你信 你不是一直都在报复我的吗 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报复你 除了瑞瑞这个意外 我从来都是想挽回你 事到如今你应该清楚了 离世从来都不是我的目 我做到了 只想努力是拴住的 李曼正愣了很长一段时间 波子妍 我不能 这样我会有负罪感 即使我跟你真真正正在一起了 也会每日每夜地睡不安稳 我不会好过的 你不要去想 这些都交给我 怎么可能不去想啊 李曼的眼圈变得红红的 你不要说了 我是铁定不能跟你在一起的 我们不要这个样子了 恢复到三个月以前好不好 三个月一到 我就带瑞瑞回美国 我绝不允许你再离开我 她的毛几乎是心红的 李曼心间抽搐 我跟葛叔分断混乱 你除了跟我在一起 没别的后路可以 葛叔那么爱你 要不然你再去 问问她 她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李曼 我也那么爱你 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看在我那么爱你的份上 接受我一次 波子妍 你别这样 你别逼我 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了 她爱她 一时那么强烈 却又摆脱不了现实的困扰 她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好好好 我不逼你 我给你时间考虑 李曼这才在博景妍的安抚之下 情绪渐渐平稳下来 曼曼 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我可以把瑞瑞当成我的亲儿子看待 我发誓 绝不会有半点私信 我会好好对你们母子俩 好不好 李曼窝在她的怀里不说话 薄景妍也不着急 说完这句话之后 只是安静地抱着她 再没说一个字 两酒之后 瑞瑞这两天 还好吗 在静远那里 她这几天玩得肯定很好 你放心 怎么了吗 没事 小家伙太子来说 跟静远玩的一词 就缠着静远非要静远带她玩 走吧 静远这两天去哪都带着呢 那会不会太麻烦静远哥了 不会 我心里有数 你要是担心 就跟小家伙通个电话 还是不了 薄景妍 我被蛇咬过的地方 现在是没事了吗 打过了抗毒血清 也出过血化验了 没事 你要是觉得 没什么别的感觉 我们明早会出院 现在太晚了 第二天一早 薄景妍在这黎曼 离开了医院 走进老宅里面 只见薄景妍早早 等在沙发上坐着 见他们牵着手进来 本来就黑透了脸 越发沉下来 薄景妍 我再问你一遍 是不是因为他 你才私自跟葛叔解除婚约呢 是 不像话 刚才葛叔的父亲 给我打电话说 要撤走资金 薄景妍啊 我问你 这八亿 你要怎么样给我补回来 我会想办法 爸 我不可能为了这八亿 就委屈自己 娶了不喜欢的女人 好啊 你不想娶呀 只要你有能力 补回来这八亿空子 不比你 你爱娶不娶 但是我告诉你小子 就算你不娶葛叔 我也绝对不允许 你娶他回来 黎曼的心 因为薄庆缅的话一颤 他咬着唇 一句话不说地垂下头 我说了我要娶谁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他话音刚落 一个金属制的烟灰缸 凶狠地朝他砸了过来 好巧不巧地砸中他的额头 几秒钟的功夫 额上的血汹涌地流下来 很快模糊了他的右眼 黎曼煞坏了 赶忙用手去捂 血水却是从指缝之间 汹涌地流了出来 怎么 怎么办啊 这么多血 不见人 你还好吗 怎么办啊 我没事 不要担心 快拿医药箱来包扎一下吧 他那么能耐 死不了 李小姐 你可还记得五年前 我找你谈过的那些话 黎曼身形一焦 随后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你跟我们家景颜 不合适 爸 你闭嘴 你再给我说一句试试 伯景颜脸色已经黑金 凝着黎曼煞白的脸 一颗心越发的往下沉了下去 今天我跟你说的第二遍 我希望你 能别让我再对你说第三遍 你妈妈当年 可为像你这样 一个女孩子不知道坚持 到哪里 都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黎曼像是被巨石击中了头 不用看他也知道 自己此时的脸色有多差 他想 他到底是和薄景颜没有缘分了吧 有些爱情 当真是求不得 我知道了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薄景颜这会儿也刚包咱好 想也不想地跟着他走了出去 薄景颜 你给老子滚回来 听到了没有 薄景颜像是没有听到一样 大步地赶上黎曼 伸手就要叫他牵拐 黎曼却想也不想地收回自己的手 走 我们去接芮芮回家 薄景 我累了 自己打车回去 你帮我接芮芮过来好吗 那我先送你回去 然后去接芮芮 不用 这里到南岭别墅还不算远 我打车回去 你尽快接他过来 好几天没见他 我想他了 他今天已经无数次地说想芮芮 薄景颜思寸片刻 最终没再说什么 老伯 你昨天怎么没有来看我 我都生气了 让我瞧瞧你是怎么生气的 生气就是生气 我这会儿又没气 怎么生给你看 薄景颜思笑 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alo 哈哈ей 有 naval颜思 鸣 嫩 之